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《每日一字》。 今天要为您介绍 护字的国语助音是护,自生护,科物护,自生护。 护是葫芦科植物,为一年生曼草精有卷区,需依附在他物而生长,有成长状的护生叶。 四雄铜珠在夏秋节时可供食用。 护可分为四种,果实细长呈椭圆形的叫护,是最常见的一种,一般叫护瓜, 或护子,第二种是扁圆形的叫袍,三种是护瓜,并且排列整齐。 所以古人长得他来比喻。 护则在山东省东平县北方。 护又是姓氏,如护巴是古时鲸鱼弹色的人。 贤子劝学篇中有,护巴骨色而流于初青。 护又念祸,火语注音是喝祸祸四生祸。 祸落是平浅的意思,如庄子逍遥有偏有, 护之以为瓢,则祸落无所容。 是说,把祸破成瓢,则平浅而装不住水的意思。 最后要强调的是,护字属瓜布。 根据标准写法,刮字的中间应该是两笔的四字,而不是三笔。 因此,护字的总笔画是十一笔。 其次,护字有人不注意会写成这样的护字,这是不妥当的。 所以在书写的时候请特别注意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。 谢谢您的收看,再会。